北民有声 我有一座恐怖 第七百九十七集 诚哥在了解到教学楼厕所 只有可能是林思思推开门的地方后 就决定马上去看看 站在四一三寝室里 诚哥随口说道 咱们先离开这里 你们跟我去一趟实验楼 诚哥说去实验楼 只是随手下的一步嫌棋 四一三寝室的学生 对他们的态度很差 说不定他们前脚刚走 这些人立刻就回去报告诉馆 诚哥把床铺恢复原状 好似随意地说道 快要熄灯了 咱们拿了东西赶紧回来 随后 诚哥就带着几名社团成员 离开了四一三号寝室 一路上也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 离开南生公寓楼后 诚哥看见很多人都朝着实验楼的方向跑去 那里似乎出事了 初冬只是撞翻了解剖台 只问老师自己处理就好了 有必要惊动这么多人 诚哥很好奇实验楼那里的情况 但也仅仅只是好奇 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 最好的选择是避开他们 此时 胆子小的王一诚 还是不清楚情况 又小声地问道 老师 咱们真要去实验楼吗 我们这才刚从那里回来 诚哥轻轻摇头 说道 去一号教学楼 动作快点 在校方反应过来之前 我们先过去查看 诚哥不断更换地点 学校的人就算来追查 也只能跟在他们身后吃灰 几人朝着和实验楼 相反的方向跑去 随着时间流逝 学校里的人越来越少了 诚哥边走边问 你们在这里 有没有听说过 和厕所有关的怪谈 教学楼顶层的厕所 你们去过吗 几名学生都摇了摇头 诚哥有些皱起了眉 这所学校表面很正常 其实到处都隐藏着危险 等到地方之后 你们一定要听我指挥 诚哥他们绕了一圈 来到了教学楼 东小区的教学楼非常气派 前后三栋楼 每一栋楼都有四层高 学校似乎很钟爱 四这个数字 此时教学楼已经没有了学生 教室里一片漆黑 只有走廊上还亮着灯 王一诚走得比较慢 他一靠近教学楼 表情就变得很不自然 似乎发自内心地 抵触这个地方 我是第一次 在这么晚的时候来教学楼 白天人多还没发现 晚上的教学楼 竟然这么恐怖 王一诚的变化 引起了诚哥的注意 这个跛脚男孩 似乎在教室里 遭遇过一些 很不愉快的事情 诚哥进入教学楼之前 先看了看周围的环境 每栋教学楼 都有左右两个楼道 厕所在靠近 左边楼道那里 你们跟进我 咱们直接去最顶层 不管在其他教室里 看见什么 都不要过去 诸图完全无法理解 诚哥的种种行为 对方做的每一步 似乎都是经过 深思熟虑的 但是仔细思考一下 会发现 这相互之间 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但诚哥偏偏又一副 理所当然 高深莫测的样子 让人恨不得 掀开他的头盖骨 看看里面 到底是什么 他忍不住地问道 确定要去吗 一旁的张巨 好心提醒周图 喂 别掉队 然后他搀扶着 王一诚 头也不回地 走进了楼道 朱龙双眼通红 他一米八度的身高 抱着一个 粉红色女士的手机 竟然毫无违和感 赶紧过来 这是社团活动 周图很不情愿 我真是疯了 当晚上跟你们来 教学楼厕所里 寻找超自然现象 但他也不得已 跟随众人进入楼道 几人没有停留 一口气跑到了顶层 深夜的教学楼 非常安静 和白天仅是两个极端 诚哥握住了 厕所房门把守 我和张巨仙进去 朱龙 你在中间接应 周图王一诚 你俩守在外面 他正要用力 胳膊突然被人抓住 王一诚站在诚哥身边 他脸色惨白 冷汗顺着脸颊滑落 瞳孔不断跳动 老师 能不能别进去 我想起了一件 很不好的事情 那件事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诚哥还是第一次 看见王一诚 露出这样的表情 什么事 王一诚的情绪 有些不对劲 我只是隐约想起了 自己参与到了那件事里 我是被他们逼的 最后只有我 没有进入这个厕所 所以我活了下来 那些进去的人 他们全都死了 诚哥轻轻按住了 王一诚的手 冷静地问道 进入这个厕所的人 全都死了 你只是个心伤 怎么会有关于 这个厕所的记忆 王一诚的样子 看着很可怜 我不知道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他们逼我的 老师 我们走吧 千万不要打开那扇门 诚哥拿开了王一诚的手 目光坚定 已经走到了这里 我不会放弃的 随即 他用力将厕所门推开 别开 不要推那扇门 在王一诚的尖叫声中 诚哥打开了厕所的门 他看向厕所内部 地面上扔着橡胶做的鬼脸 墙壁上油画颜料 涂抹着血手印和人的五官 进入其中 仿佛被人从各个方向 死死盯着一样 林思思就是在这里被捉弄的 诚哥捡起了地上的橡胶鬼脸 看了看 确定没有危险后 将钱塞进了背包 他缓缓向前 在经过厕所的第一个隔间时 拿出林思思的手机 拍了几张照片 厕所里一切正常 没有陌生人在 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我总感觉 哪里不太对劲 诚哥看着紧紧闭合的隔间门 下意识地推了一下 房门纹丝不动 里面有人 他弯腰看向隔间下面的空隙 那里有一双黑色皮鞋 瞬间 诚哥想起了东小区的白老师 对方就穿着这样一双 纯黑色的皮鞋 隔壁里有人 你们先别过来 诚哥往后退了两步 他把林思思的手机 伸入隔间缝隙 快速拍了张照片 诚哥低头看向手机 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出现 隔间里只有一双皮鞋 没有藏人 林思思的手机 可以拍到厉鬼和一些特殊的东西 照片上什么都没有 说明这隔间里只有一双鞋子 可如果隔间里没有人 隔间的门是怎么锁上的 厕所隔间门只能从里面上锁 而且这双黑色皮鞋摆翻的位置 就跟里面站着一个人一样 不像是从外面塞进去的 几位社员听到诚哥的提醒 也有些错愕 一直跟在诚哥后面的猪龙疑惑道 老师 你会不会是看错了 谁会大晚上一个人 跑到教学楼顶层上厕所 想想都觉得甚人 猪龙脑海中的记忆已经松动 他想起了一些东西 朦朦胧胧 没办法说清楚 但确实对他造成了影响 让他身上出现了一些 谁都没有察觉的变化 比如说 他开始跟其他社团成员保持距离 更愿意待在诚哥身边 似乎诚哥跟他才是同一类人 诚哥很确信 隔间的情况很诡异 他回头对几位社员道 你们守在这里 如果有其他人靠近 立刻通知我 诚哥用力晃动隔间门 使用暴力将其打开 狭窄的隔间里 被人用油画颜料 画出了很多鬼脸 站在那里 仿佛被许多人盯着 为什么会放有一双皮鞋 诚哥没有在第一个隔间里 发现什么异常 他又来到了第二个隔间 有了之前的经验 这次他直接取出手机 对着隔间缝隙拍摄 照片显示 第二个隔间里 同样放着一双鞋子 只不过这双鞋不是黑色皮鞋 而是一双破旧的蓝色运动鞋 摆放位置都一样 这其中有什么说法吗 诚哥依次查看了前六个隔间 每个隔间里都摆放着一双鞋子 全都是男式鞋子 有球鞋 有旅游鞋 有平板鞋 尺码全部一样 应该属于不同的人 是一双鞋子